最近电影《中国合伙人传来喜讯》 票房已经逼近五亿 就在票房节节攀高的时候 极为主创也想到了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庆贺一下 那最近黄晓明、佟大为、邓超三人 就来到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来和学子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要知道在电影当中 三位饰演的是北大的学生 而在生活当中 真实的和北大的学生进行交流 他们会不会也有点小紧张呢 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情况 中国合伙人讲述了三个北大学生 离开学校后的创业故事 饰演北大学子的黄晓明、邓超、佟大为 现在终于踏入母校 与北大学子面对面交流 面对的满屋子 都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学生 难怪黄晓明会忐忑不已 而对比黄晓明的忐忑 现场偏就有人自信满满 为什么要讲 就交流一下嘛 其实我们也是一个缺自信的嘛 我们电影也在讲这个嘛 我希望所有人都自信 自信是应该的 邓超的自信 在当天交流会的火爆场面中 得到了印证 当导演陈可兴 主演黄晓明、邓超同大为一现身 便受到全场学生的热烈欢迎 甚至现场有好几名学生 在得到难得的提问机会时 都要求将提问机会变成合影 面对学生如此热情的追捧 三位主创也感同身受 如今身为大明星的三位合伙人 其实也都当过疯狂粉丝 尤其是孟小俊、邓超 以迷众多的他 也有着疯狂追星的经历 他就一路抓着张学友要拍照 因为他是我作为音乐的一个 就是我原来也是在这上面 也是属于逆袭过的 就是原来我唱歌很难听 然后五音也不全 也是偶尔有一天看到他唱 爱的比你深 我还告诉学友说 哎 你的粉丝在这 然后有人就喊了一句 说你唱一句来听听 好了 好了 应该走一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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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